台股除全席秀下周登场有利行情 台股近期走势陷入盘整格局 昨天靠着金融股与航运股领军上涨76点收在7330点 涨幅领先亚洲其他股市 由于下周一起重量及个股的除全席秀陆续登场 法人认为将有助台股持续上工 所谓除全席是指上市贵公司将前一年度盈余派发给股东 若派发股票鼓励称为除全 若发现金鼓励就称为除席 小股东若不卖股参加除全席 日后就会分到股票或现金 以下周一除席的台湾大为例 昨天收盘价是67.4元 由于台湾大配席5.03元 股东持有一张1000股可获得现金5030元 但台湾大周一开盘的股价 也会因除席降至62.37元的参考价 股价若有涨回到67.4元就称为填席 这段上涨的行情也称为除全席行情 下周起全职股台湾大台积电 国泰金台塑化联电等将进行除全席 渴望吸引买盘支撑台股 专家表示国际大环境逐渐回稳 那投资人假如说有持股的话 那经营在这里不要杀地 也可以参与整个除全席的一个行情 毕竟就是说可能股市只要是一个地长 那未来第四季的走势大家也会看得多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